Hello 大家好 我是九妹小美 今年呢我们出了一个大花苗的日常的这个裙装 不少小姐妹已经找九妹定制了同款 今天我们继续来带上一套大花苗的新娘装 现在年底了这是结婚证当季 我们苗族的新娘盛装呢也是日新月异 这套大花苗的新娘盛装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长什么样 今天拿到手的呢是它的这个菱形的这个前面的花飘带 这个飘带呢是它们非常标志性的一个菱形纹 上面有这个交叉的十字纹 上面这个十字纹呢有很多的寓意 有的版本说是它是象征苗族的那个仿制的那个工具 有的版本说它是象征苗族祖先生活的田地和城池 上面点缀的这个银饰呢是有结合学习中部苗族的这个点缀的这个风格样式 传统的这个大花苗的服饰呢它是很少有银饰的 然后呢它这个飘带呢很有特点 就是它只弄一边就讲究男左女右 我原来呢是以为它少做了一个后来了解他们当地的习俗 发现他们确实是去做一个而且是一长一短的 有点像我们西部文山一带的下尾巴的一个小燕尾 只是它把这个做到了侧边是形成了这种单边的这个飘带风格 这个呢就是他们的衣服的这个内衬上面呢是非常标志性的这个莉莉 这个知系的苗族祖先因为他们是战士军人的这个后代 所以他们这个服饰的风格有很典型的这种打仗的这种战斗服的这种元素在 它上面的这个颜色呢都是以红色为主 红色呢既有这种结婚的这种喜线的元素啊 当然它传统的这个红啊也是象征他们祖先英雄的这个血液染成的这个红色 这个新娘款的服饰的袖口上啊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爱心加十字纹 二十世纪初左右英国法国的传教士来大花苗生活的地区进行传教 所以他们这个知系的苗族有非常浓厚的基督教信仰的这个传承 这个十字架就是对他们现在信仰的宗教的一种呈现 当然呢现在是宗教信仰自由我们也是尊重大花苗的这种信仰 这个九红色这个九红色的裙子超级华丽 上面呢是双层的 它融合了现代的很多的这个布料的工艺啊 让它有了一层透明的纺纱 底边像这个蛋糕裙一样 轰轰的撑起来 让它有那种新娘裙烹起来这个效果 然后层次呢又非常的丰富 整体呢又既有大花苗的这个传统的风格的样式 又有这种新娘这个结婚的这种喜庆感 就是有一点点中西结合传统与现代的这种碰撞传承 才有了这种现代新型的这种大花苗的新娘装 今天我们一起来变身大花苗新娘 爱上了一日子的花苗 哎呀 我爱上了一日子的花苗 我们一起来变身大花苗新娘装